好了,亲爱的同学们,刚才呢我们就看过第一题了,第一题呢是帮助我们来练习前面学过的余数的X等于X的余数的这个知识点的,但是啊,仅仅只用那一道题来练习这个知识点还不够,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题,第二题呢说,如果呀有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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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四个自然数,他们比较长我就没读,然后说他们呢都能够被一个自然数除, 那说明什么呀,说明他们是被除数还除数,被除数,哎,一定要注意这个字,对吧,老师反复强调了,那如果说他们能够被同一个自然数除,那么就说明他们是被除数,这个自然数是除数,好了,说呢所得到的余数相同,那并且这个余数都是两位数, 现在让我们来求除数,和余数的和是多少,同学们,你说到余数相同,什么问题啊,同余问题,哎,老师说过,余数的X等于X的余数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就是同余,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掌握好了,那现在我们一提到同余就得想了, 说一有同余,比如说,他们两个同余,就说明这个自然数和他们两个的X,X有关系,对吧,对,他们两个的X是这个自然数的倍数,好,那既然他们四个同余,那就说明他们四个当中,因为一两个数的X都是他的倍数,好,那现在我就知道了, 也就是,这四个自然数当中,因为一两个数的X,一定都是这个自然数的倍数,在这里面呢,我为了说着方便,我就把这个自然数认为是A了,可以吧,可以,好,那换句话说,也就是,这个自然数A,应该是任意两个数X的约束吧,对,来,写一下, 还是啊,先把他们呢,都列成算式,第一个,2836除以A,余数是B,然后,4582除以A,余数是B,5164除以A,余数是B,还有,6522除以A,余数是B,那此时,我们就非常容易的观察出来了,观察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了,任意两个数的X都是A的倍数吧, 前面第一期老是强调过,说,这里面涉及到的几个X,我用全写出来吗?不用,我只要写出其中的?两个,两个就可以了,但在写的时候,最好是挑离的近的数,比如说,他们两个比较近吧,对,好,可以算一下他们两个X,下面的谁和谁比较近呢? 这两个吧,这两个有点远,所以就不管他了,那么现在我要写的两组X,一组是他们两个的,一组是他们两个的,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写出第一组,比如说,5164减4582,好了,算一下是多少,减4582,好了,是多少呢? 582,哎,582,好,再来看一下第二组,6522减5164等于? 1358,1358,也就是,我们现在要求他们两个的公约数,对吧? 因为我们发现,这个X是A的倍数,这个X也是A的倍数,也就是A既是他的约数,又是他的约数,就应该是他们两个的公约数 我说啊,要想求他们两个的公约数,就得先求他们两个的最大公约数 哎,最大公约数,好,那现在来求一下 他们两个的最大公约数,应该是多少呢? 求完之后是,194,对吧? 嗯,哎,同学们,在这里面啊,咱们用短图法来求就可以了 求完之后,你们发现,最终答应应该是194 好,那现在老师问你了,你说这194下面有该干嘛了? 求194的约数吧? 约数,对 因为这个呀,是他们的最大公约数 既然A是他们两个的约数 那我就得看,他们的最大公约数有哪些约数 然后呢,A就在这些约数当中去找它的取值就可以了,对吧? 对 同学们,难不成我真的一个一个一个的去找吗? 一个一个的去试吗? 我是不是忽略了某一个心理条件? 不是啊,虞数要小为除数 哎,你不要忘了 在这条题当中告诉我们了,说虞数是两为数 虞数如果是两为数的话 A,来,回到前面来看一下 在前面这一页,我们可以看到A是除数吧 对 那虞数要小于它,它都是两位数 它呢? 更是两位数了 对呀,是两位数 肯定的是,对吧? 或者是更大的三位数 好,那现在老师俩写一下 此时我们发现,194在拆的时候只能拆成2乘97吧? 嗯,那也就是194的两位约数只有? 97 三位约数呢? 194 好,由于余数是两位数 所以我们的除数肯定至少的是两位数 也有可能是三位数 那此时A就可以取97和194了 那现在来验证一下答案对不对 比如说,如果我们的A等于194 我挨个试啊,看一下对不对 从第一个开始 2836除以194 我算一算,得到的余数是不是两位数 如果是的话,每一个都是的话 并且余数都相等,是不是成立啊? 是 好了,那算一下吧 2836除以194应该等于? 多少呢? 来,我们一起看一下 好,我们可以看出来 也就是当A等于194的时候 那如果用2836除以194 答案是14以上120 非常可惜 咱们的余数是一个三位数 不符合它是两位数的要求吧 所以A等于194是不是就不成立了呀? 是 好了,那这是第一个 那下面呢,我们还有一个答案 就是A等于97的 如果说啊,A要是等于97 成不成立呢? 来,那这时候啊,同学们 你就可以用这四个数 挨个除着试一下了 此时我们听解验 无论有哪个数除 得到的余数都相同吧 而且余数都是啊 23 好了,此时我们算出来了 也就是A等于97是成立的 余数都是23 那他们两个的合一求 不就是最终答案了吗? 来,那求一下吧 97加23应该等于? 120 对,120 好了,那这道题啊 我们就求解完了 哎,同学们 现在这个题老师讲完了 现在看一看啊 这个题里面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 其实啊,在上一道题当中 在讲同一问题的时候 老师就已经强调清楚了那三点了 那这个题呢 其实跟上一道题又差不多了 第一个你需要注意的 还是 谁是被除数 谁是除数 你得分清了 然后第二点在写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写出两个差 是不是就可以求了呀? 是啊 哎,还有 咱们在写的时候 第三个你是要注意的 哎,在这道题当中最特殊了 得出来的这两个答案 你能直接拿过来 就说他们是正确的吗? 不能 你得经检验吧 而且检验的时候 是不是得一个一个试啊? 是啊 好,那这是老师为大家强调的 这道题的三点 其中前两点和上一道题一样 那最后一点呢 一定要注意自己挨个的去尝试一下 好,同学们 这就是这节课的第二题 好,不错了 好,不错了